祝福就是力量 一般,母亲到了中年之后,他们的身体相当不好 为什么?因为母亲对孩子牵挂的念力破头了 母亲年轻时的脑电波已经释放得太多了 所以到了中年以后,母亲的身体会变差 这些跟父母的心血、念力有关系 为什么说祝福和祈祷都是有能量的外事作用 有能量的人帮你们加持,实际上就是祷告,就是祝福 如果师父今天说祝福你,祝你身体好 那比一般人的祝福要好很多 要记住,我们在祝福别人的时候 你的能量在外湿外泄 同样,被祝福的人身上会产生一种接收的作用 所以,你们不能乱讲话,意念都不能乱动 很多人心想,我恨死他了,恨不得他生病啊 好了,这个人真的生病了 因为你的念力太大了,让对方生病了 如果对方也有很大的力量 你再怎么骂他,他是不会受到你的气场的影响的 为什么宗教一直都存在 原因就是,他有一股神奇的力量存在 我们相信了,我们相信了之后,我们真的会好,对不对? 所以,宗教兴盛不衰,是不会衰亡的 流行歌曲唱几年就没有了 可是宗教几千年都不会衰亡 这么多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是没有宗教的 越是发达的国家,宗教越是兴旺 其原因就是,宗教有神奇的力量 只是长期以来,人们不知道形成这种超能量的真正原因 师父讲给大家听 如果你去诅咒别人,就会消耗掉自己身上很大的能量 这就是我们学佛人讲的 当你骂别人的时候,你会火烧功德里 你念经的人去骂别人,去诅咒别人 那你的能量就消耗得特别大 举个简单例子 你用火焰喷射器,让火把人家烧到 你是不是要憋足了劲儿,把自己的火推出来啊? 是不是要很多气啊? 好消息就是说,如果你去祝福别人 或者为别人祈祷 就会增加自己的能量 所以,说好话会增加自己的能量 为什么? 因为说出去的好话 人家得到好的感应 人家马上就会对你有一种好的回报 这样的话,你就会增强自身的能量 所以,越是说好话 你越能够自己身体好,越能够繁荣昌盛 经常说人家好话的人 实际上,他自己身体好 他自己天天开心 所以,看见病人 最好天天说他好 你今天气色蛮好的 你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 我看你有希望了 很好 整天就这么讲 你自己也会好起来 别人也会受到你的感染 在这个世界上 人们的信仰很多 世界上所有的宗教 虽然说信仰不同 但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那就是,要人的诚,信,善 不管什么宗教,都要你诚心 拜佛,拜上帝,都要你诚心 第二,要信 西方教说 你只要信了,你就得救了 佛法讲 有信心,你才能经济 你才能成功 还有善,就是善良一点 我们待人接物,也是这样 成就是,对人要诚实 信就是,对人要讲信誉 善就是,要与人为善 多帮助别人 你的自我心理调节能力 就会越来越强 你们去看 能够帮助别人的人 他的心理调节能力 都是很强的 他自己能够站在咨询处 去帮别人解说 他自己一定能够想通 如果解说不出来的话 那么这个人 自己根本没有想通 信仰要虔诚 要身心合一 你的念头才会干净 如果你对自己的信仰都怀疑 你一定得不到菩萨的护佑 如果一个人 做人诚实 守信 经常帮助别人 你说 他会不会获得好的祝福和赞誉 一旦有难 很多人帮你祈福 这时就会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 来增加你自身的能量 大家都来帮你祈福 大家都来帮你念经 你自身的能量场增强了 你是不是很快就能够好起来 举个简单例子 如果你们这里有人生病 所有的人一起帮他念经 他很快就能够好起来 如果他能感动师父 让师父也帮他念经 你说 这个人好起来快吗 道理就是这么简单 但是 如果这个人平时来到观音堂 板着脸 看见人家不理不睬 更高我慢 没人喜欢他 有一天他生病了 哦 他生病了 人家听过也就算了 如果他是一个好人的话 人家马上会说 他生病了 我们要帮帮他 自然就出来 那这些都是靠你自己平时做人啊 你做人不好 谁会帮你祈祷 所以 从减轻疾病到免除灾难 很多人就是靠大家在帮他祈祷 帮他念经 念出来的效果 师父对老人家特别好 经常去养老院给老人喂饭 那些老人是西方教的 每个星期 他们有一个祈祷名单 他们自觉自愿的 请上帝祈祷 某某某好 他们把师父的名字 每次都放在前面报出来 如果你们做人 能够做到 人家背后帮你祈祷 你这个人就成功了 你们现在有几个人 能够让别人在背后 为你们祈祷祝福啊 如果你们是有信心 觉得人家会对你很好 会为你祈祷的 你们站起来给大家看看 看有几个人愿意帮助你 师父要是有一点什么事情 全世界佛友都会帮师父放生 那是怎么来的 就是因为师父对人家好啊 你连笑都不愿意笑 好话都不愿意跟人家讲 谁愿意理你啊 现代社会的毛病就是 每个人都活在自私当中 我们学佛人要懂得付出啊 师父告诉你们 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可避免的 生老病死 灾难和疾病 如果我们得不到 这种能量的保护 我们的生活会更惨 很多人就是很倒霉 自己身体不好 孩子又被车撞了 老公正好脑瘫 自己还中风 这种事情难道没有过吗 好比乌漏风大雨 所以平安健康 要靠菩萨保佑 从这个角度来讲 一个有钱人如果经常施舍 多做善事 恩责于民 大家就会喜欢你 祝福你 你就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富有 如果一个人非常自私 有钱也不肯帮助别人 那么大家 周围的邻居都会诅咒你 你的财运和身体 被不好的气场 经常骂 你就会越来越衰败 只要仔细观察 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的事情 例如 很多的爆发户 从不或者极少做善事 他们偷机取巧 用不正当的手段赚钱 他们衰败得很快 你们去看看 爆发户的钱不会很长 像李嘉诚这样的人 自己从卖塑料制品开始 成功后 致力于慈善工艺事业 一步一步走到今天 到现在还不衰败 再想想看 当年有多少爆发户 现在都没有了 在澳洲有一个爆发户 他在西澳 买了很多的土地 土地当时 正好是最便宜的时候 他造了很多房子 赚了很多钱 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 破烂不堪的穷人 为什么有些人 会变得越来越富有 而有些人 会变得越来越贫穷 因为如果大家都说你好 你会越来越好 大家都骂你 你会越来越差 国外有些知名的大企业 为什么能够长久不衰 因为他们把很多利润 都用在了公共事业上 很多大公司 大老板 把钱都用在了慈善事业上 师父就认识一个老板 他只要在家乡 看见有人家里没钱买棺材 把尸体抛在马路上 他就帮人家买棺材 到目前为止 已经帮人家买了两百多口棺材 他花钱给别人买棺材 就是基因德 我的天稍聚意买了两百多尺材 三百八山 先生,维静杂 师父 他容许 diz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